Hello,我是Lisa 我是Dylan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我们出去旅游的影片 美国有很多知名的国家公园 今天要带大家去看Great Smoky国家公园 走,我们出发到位于美国东部的Appalachian山脉 Appalachian这么大 我们这次锁定Great Smoky Mountains国家公园 首先我们来知道一下为什么要叫Great Smoky 因为在Appalachian山脉有一些云雾缭绕 然后反射出蓝蓝的迷蒙山雾 所以印第安人看到了就叫他说 这是一个迷蒙、烟雾弥漫的山脉 就是我们这里Smoky Mountains名称的由来 这个国家公园有很多景点 我们只去了其中一些 好,我们现在进入了国家公园 在路两旁的行道处是绿意盎然 然后风景是美不胜收 当然这是一个开端而已 接下来我们来做一个定点介绍 我们先去Rowing Fork Modern Nature Trail 入口是从Gatlinburg进去 挺不好找的 但是这条路上好像有一些景点可以看 走吧,我们出发 这一条林道之所以不好找就是因为它算是阳长小径 然后它只能够单向通车 这是为什么我们为了找到入口花费了一番功夫 从画面上你可以看到车到金融一个行车经过 想要错车几乎是非常危险的 在这里处处是惊喜 只要一个转弯你就会看到小溪 另外一个转弯又会看到林木蒼翠的树林 然后另外一个转弯可能则是一个海阔天空的山景 这一个转角我们看到了一个三件泉水 只要你看到有游客驻驻的地方 八成就是一个美丽的风景 可以停下来观看 我们到了Grill to Falls 路上车子都是这么停的 今天还不是假日哦 我想这里假日人一定非常多 我们的目标是Grill to Falls 才一点四麦而已 走吧 这一路上虽然都是泥土路 但是算是非常好走的 你会碰到许多的游客 但是不会说非常的吵杂 所以你可以静静的在森林里 走着这个林道 享受森林浴以及芬多精 享受森林浴以及芬多精 这一路上要跨越许多小溪 所以公园管理处用最自然的产物 像这些石头来达成一个便道 协助游客营助这些小溪流 大家有听到声音吗 现在我们的目的地Grill to Falls 已经映入眼帘了 步道上没有什么人造的产物 连这些阶梯都是取自于自然的材料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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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Grill to Falls 这里人就多了 因为大家都逗留在这边拍照 都不离开 Grill to Falls 虽然不大 但是它是在公园里面唯一一个可以走到瀑布后面的体验 虽然说瀑布本身并不大 但是也是声势惊人 听起来像是千军万马奔腾 这就是我们所谓的水不再深有龙则岭的意思吧 参观完了Grill to Falls 其实还可以一路继续往上走 但是我们决定原路折返 继续去找其他的景点 在经过瀑布之后的这一段 明显的旅客变少了 虽然很多地方在地图上并没有标示 但是你可以看到有游客住主 这就值得你停下来跟大家一起探索 这里曾经是来这边开墾的居民的家 这一家只有九个孩子 这简单的小木屋 应该是屋主自己用双手建立起来的 当你忙着耕种让家人糊口的时候 这简单的两房小木屋就够了吧 这里是储藏玉米的古仓 不远之处有他们饲养牲畜的地方 像这边就是他们的马厨 像这边就是他们的马厨 我们去看看 这边应该也是古仓吧 标示说这是猪圈 他们的猪不大喔 不远之处则是他们的水源 可以想象他们的生活是多么的纯补 这里真漂亮 真是个好山好水的地方 潺潺的流水 坐在这里听一个下午 真疗语 上车后沿着路慢慢开 不久之后又遇到一个没有标示 但是也是个nice surprise 这就在路边而已喔 有人花个工夫把这水要引去哪里呢 挑筋吗 原来在下面还有一个房子 房子里面其实已经都封住了 但是下面可以看到一个水车 或许这以前是用来磨骨类的吧 下来到水车旁边 这边又是一个清澈的小溪 是个适合relax以及拍照的地方 回到roingford路上 就随着路慢慢驾驶 但正只有一个方向不会走错路的 从roingford出来到gatlinburg 发现这是一个可爱的小镇耶 这里适合逐步探索 喝个清凉的饮料 观察着路过的人们 不知道他们从哪里来 来这里又有什么发现呢 就这么我们结束了第一天的行程 各位早安 我们今天的目标是位于公园中央的 Cleman's Dome 还有到那边我们应该可以走上 Appalachian Trail喔 走吧我们出发去 在美国旅游要坐很久的车子 但是有这样子的景色陪伴着你 有山有水的 一路上有清澈的小溪陪伴着你 一点也不觉得无聊或累 就放慢步调 轻松的前进吧 路边看到一个景点 我们下去看看 好惊讶喔 刚刚看到一个sign 说这边的鱼不要不能吃 因为有污染会致癌 真想不到这样子的地方也有污染耶 真想不到这样子的地方也有污染耶 是跨越公园山脉 从北边到南边去的路线 路上弯弯曲曲的 还有我们现在在的这一个是 360度的大转弯喔 哇 前面来了一部重型的三轮机车 这里一路上看到不少这样子的机车 这个喜欢骑机车的朋友一定非常非常的刺激喔 我们先到了Newfound Gap 这里是穿越山脉 从北到南的最低点 也是Tennessee 跟North Carolina 之间的界线 离开Newfound Gap 之后我们就前往Cleanman's Dome 这一条路 冬天是不开的唷 爬了短短 但是很斜的坡之后 我们来到了观望台 走 我们继续往公园的最高处 Appalachian山脉是四亿年前就有的土地 当时连鱼都还没演化出来呢 看着这一片以前曾经在海底的土地 真壮观 嘿我终于踏上Appalachian Trail了 这一个Trail 从南到北 2200英里 或是3500公里 从Georgia开始走 一直可以走到Main 你每天如果走20英里的话 也要走个三个半月才走得完 曾经想过要花个一两个礼拜的时间 在这Trail上步行 在这边露营 但是自己毕竟不是那样子的料啦 还是偶尔来这一边 探索一下就好了吧 走着走着 慢慢的就会远离人们的喧哗 来到清澈静静的森林 听着鸟声 只有自己的附生 陪伴着你 公园实在太大了 这里的工作人员是没有办法 把每一个路中的障碍物都移除的 就随着大自然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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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满足了心中一个 bucket list item 拍个照留念 然后我们就要开车回返咯 今天离开公园后 来到位于Gatlinburg北边的Pigeon Porch 这里很热闹耶 有好多游乐设施喔 也是一个tourist town 这里要是青少年或大学时起来的话 会玩翻天了 这里跟Gatlinburg不一样 Gatlinburg比较适合徒步的探索 这边一定得开车 因为这一条路非常非常的长 沿路开下来有好多游乐设施喔 各式各样的都有 我们就沿路这样子看一段吧 Comedy Barn Alcatraz Pirates 哇塞 这里简直就像是Las Vegas嘛 只是没有赌场 Ping Jeep Tours 我们在路上有看到很多吉普车啊 Sling Shot啊 都是游客租来到公园里面玩的 这些business应该就在Pigeon Forge这边吧 就这么我们结束了第二天的旅程 今天早上起来是烟雾蒙蓉 可能会下雨 所以我们决定开车 公园西侧有一个路段叫Tale of the Dragon 我们去看看吧 在公园南侧离那边不远 有一个Fontaine of Down 我们顺路也去看看 沿路我们经过Tennessee的郊区 这里每个房子的地都好大 房子之间间隔都好远哦 然后你看大家都有这么漂亮的草皮 哇塞 这么大的草地要怎么割草啊 可能大家都有那种骑士的割草机吧 我们已经上山了 在路边有一个Overlook 所以我们就停下来享受这边的美景 那其实呢也是要偷偷的瞄一下 停在这里的一台Slingshot 好有趣哦 这里都有这样子的车 OK 我们应该开始进入Tale of the Dragon了 路边你可以看到Motor Cycle High Crash Area Next Eleven Miles 这里是山路 沿路都是法夹湾 对骑士而言可能是非常刺激 但是希望大家也都会小心驾驶 走我们去看看吧 前面有东西耶 这是什么 诶 有个人耶 在拍我们的照片 Oh my gosh 他可能是要再拍摩托车吧 拍到我们了 好好玩哦 好吗 还好哦 好吗 好吗 可以你这样子吗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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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驾驶在这条路上简直就像驾驶在恐龙的尾巴上 它在空中飞翔 你坐在它尾巴上 紧抓的被它甩来甩去的 既刺激又恐怖 路边的警察我想是等着救援 这里随时都有可能有事故 我们进入到了北卡罗来纳州 离开了Tennessee QBOY这就是刚刚那个摄影棚子的公司 在三角下有两个店家 好像他们都是针对这些重型机车的客户 喜欢重机的朋友应该会想要进去看看吧 进去那家店的话 或许可以买到我们刚刚被拍到的照片 我们继续往前开 现在我们位于公园的南侧 风景还是很漂亮 这里很宁静哦 山倒映在湖面上 非常的漂亮 只有几个人在钓鱼 还有一只会享受的狗 我们来到Fontana Dam了 这个水坝是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建的 那时候美国经济衰退 罗斯福为了拯救美国经济 在Tennessee Valley建了好多水坝 这些都是他的The New Deal新政策的一部分 在Tennessee Valley The New Deal整理了这边的河流 减低土地被侵蚀的现象 这些水坝同时也提供了电源 最重要是这些projects提供了无数人的工作机会 听说当时这些projects也蛮具有争议性的 例如电力公司抗议说政府在抢他们的生意 还有水坝的建立 也强迫许多在地的居民迁移 离开他们的家园 这么多年后来到这边 心里真的是蛮感激当时人们的付出与牺牲 留给我们这么一片美好壮观的土地 这两的是泄洪道 当水坝压力太大的时候 就从这边放水 OK离开了Fontana Dam 也结束了我们这一次的旅游 Great Smoky可是美国国家公园里面 每年最多人数拜访的公园 而且还不用门票哟 我秋天的时候还想回来 观赏这边的风红 希望你也喜欢我们这一次的旅游 请给我们按个赞 也Subscribe 关注我们哦 谢谢 谢谢